其實我自己本身是忠實的戲 那我也會一直追 因為最近在忙拍戲 然後現在殺青了 但是我還是有追到第十集 我只剩十一、十二還沒看 還沒看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這樣很可惜 很可惜嗎 現場所有的人都是因為看了十二集之後 難道他們已經追到第十四集或第十五集了嗎 不會吧 他們追到十二集 一樣嘛 他們從十二集看完 從那天晚上一直哭 哭到早上還在哭 對 不會太誇張了 那很誇張 所以劇情是非常好看 對對對 也希望呢 其實我這次為大俠唱這個布袋戲的歌曲 沒有別的意思 就是希望能為金光布袋戲 我們台灣的本土的文化傳統而盡一些力量 情力相挺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我知道 或許還有很多很多人覺得 布袋戲可能是以前的那種所謂的頭大生小 比較比較老一點那種傳統的木耳 可是我是想 其實一直在超偶的時候 我就一直 很不怕死的就唱布袋戲的歌曲啦 那我也是想要傳達給很多民眾知道其實布袋戲 甚至是現在的金光布袋戲 它其實是非常一樣 它已經跟卡曼已經沒有什麼兩樣的 什麼不一樣 我剛才聽到你說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金光布袋戲更Fashion對不對 沒錯沒錯沒錯 當然是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已經超越 非常多人所 所以往的那種舊式的觀念 所以在這方面 其實身為一個戲名 也很不服輸的人 可能會有些人說 很不服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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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是戲名 我拚了我也會覺得 什麼叫做以前 什麼叫做老式 我就是很想 當然不能嗆他 因為我現在是藝人的身分 我都會跟他說 不一樣喔 現在布袋戲是完全超越你的想像 然後我甚至 我就把那個手機的YouTube點給他看 他看了之後 哇 現在布袋戲是這個樣子 他們也非常的驚訝 對那 我覺得 不管是大俠的貢獻 或者是所有金光 天地多媒體的這些工作人員 我覺得 甚至編劇 編劇真的很重要 有沒有 所有的情節 所有的鋪梗 真的是編的 起承轉合 非常的非常的棒 對 那請問你在裡面 擔任什麼職務 你也是 你也是天地 對不對 你也是金光的藝圓 對對對 對啊 看布袋戲的人都很喜歡 所謂的特效 所謂的 炫力的特效 武打動作 可是呢 我覺得在文戲的部分 能看 讓人家看到 不想睡覺 不想 就覺得 哇他是不是有在哭梗 那才是厲害的 所以這個一切 都要歸功於這個編劇編的 真的非常的好 非常不一樣 我覺得第二次的片頭 我個人覺得啦 因為我有稍微做一下調整 應該不會再被那個 戲弥幹掉了這樣 哈哈 還是 沒有啦 身為一個歌手 我還是會去看一下我 唱的到底 還不OK這樣 那當然 也有人鼓勵啦 那也有人就是 批評 那批評我 也是接受 因為我知道 人沒有十全十美 那有接受批評 有批評才有 嗯 進步的動力嘛 啊唱 唱喔 就沒卡啦 要怎麼唱 我要唱 唱前面一小段 好不好 好 大家鼓勵鼓勵 來來來來 我就唱一小 前面 對 這樣好不好 這次真的做得很好 我聽了 我做還蠻好 這次的新專輯 台語歌曲 一定會讓大家有聽到 不一樣的東西 會超越以往所做的 非常新 非常流行的 一些 台語音樂 嗯 我也是為台語 這部分 來做一個 傳承啊 沒有錯 印象中用了很多 重量級的製作 對對對 然後也希望把這個台語 弄得就是 就像我們布袋戲 你看像我們布袋戲的歌曲 就很流行 很像 聯合公園 對對對 那其實我沒有辦法唱聯合公園 那他做詞 作曲者 硬要用我唱成聯合公園 是不是 哈哈哈 打完去 但第二首 當然就不會 他還是有做得非常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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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